顶级猛犬进入我国后下场凄惨 世界十大猛犬第五名高加索犬 该犬种被誉为戾气最大的猛犬之一 源于战斗民族俄罗斯 高加索犬千百年来的作用 就是保护羊群对抗狼群所使用 长年累月与狼搏斗造就了他 顽强的性格惊人的爆发力 他还有一个近亲就是中亚牧羊犬 血缘关系非常近 高加索犬进入我国之后 下场变得非常凄惨 起因就是90年代 我国漏狗行业兴盛 当时人们喜欢用高加索犬 去混血中华田园犬 混血出来的后代就当作漏用犬所使用 这些混血犬快头大 身体好肉质紧实 导致当年的高加索犬变得非常火爆 各大漏狗养殖场 纷纷大批量收购高加索牧羊犬 当作种犬 菜狗行业低迷之后 很多高加索的种犬 也被送进饭店 最终成为盘中之餐